虚比 二费虚比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冷酸林冠名播出的 娱乐金风 娱乐虾喜八面汤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孟佳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首先来说一下长达16年之久的电影《速度与激情》 这个系列终于是确认中章 《速度与激情》系列的制片人呢 今天在接受好莱坞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 《速度与激情》时将会是系列的中章 在速八票房爆好的情况之下呢 制片人也想快点进入新片的制作阶段 但前提呢是必须有一个好的故事才能开拍 那么之前呢网上宣传的速九速十的上映时间均被推翻 制片人呢还透露说 非常希望查理兹赛龙能够继续参演后两部 尽管呢到现在还没有续签合同 但是赛龙啊也是做好了准备 在热映的速八当中呢 他饰演的反派成功逃脱 看来呢也是为接下来的合作埋下了伏笔 聊完了海外电影之后呢 接下来再来看一组华语电影的最新资讯 近日由纽承泽监制 蒋卓元指导的青春热血动作电影《青河南高》 在北京执行了校门口见发布会 现场众主创畅聊学生时代的趣味往事 引发会议杀 上学的时候看的也就是十分热血高校 我们知道啊 南丘非人 其实我们是看着这样的热血的少年伴长大的 然后后来自己学的电影 其实在学院的时候就一直有一个愿望 《青河南高》讲述了一所名为《青河南高》的学校里 一帮在特殊校园环境下结成挚友兄弟 共同对抗校园霸凌团体的热血故事 从预告片中我们看到 电影中有大量的动作戏份 选秀歌手出身的欧豪 在谈起拍摄动作戏份的时候 表示全权到肉十分过瘾 到底这部青春动作电影 能否引发影迷们的心聪回忆 7月14号电影上映现分享 健康生活从此开始 感谢优雅式口腔为主持人的口腔健康保驾负航 就在上中的歌手震撼播出了《歌王之战》 为长达三个月的音乐禁言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今天晚上歌手2017巅峰会 林志炫 李剑 狮子合唱团 迪马希 袁雅维 张碧晨 将会再一次同台标格 如果再加上韩红 李文等历届的歌王悉数回归 还有本季的歌王林一连 哇 那会是怎样的效果呢 真的是盛世期待 歌手舞台 巅峰再聚 歌手《歌王之战》 女于上周华丽落幕 林一连不负众望捧回歌王称号 为了延续这一热度 歌手也将在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场 十全十美巅峰会 林一连 韩红 李文 林志炫 李剑 助力公益 连妹开唱 届时本季歌手前七强将纷纷回归歌手舞台 携手三季歌王一同亮相巅峰会 为观众带来一场与名字无关的音乐唇响 也是让小编期待不已 看点一 三个女人一台戏 三位歌后互厮杀 根据节目组队歌手巅峰会的名单曝光 值得我们最为期待的则是巅峰会 将现身三位曲风各异的女歌王 天籁之声韩红 白天飞扬 鸟航滚滚泪水 留在树下 摆变歌扣李文 深情歌者领一连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如今三人作为歌手舞台的歌王 通场现唱势必会让现场的气氛更加热烈 看点二 巅峰盛会新主题新赛制 三位歌王领队三组歌手 知悉 本季巅峰会将打破传统开启新形式 以响应保护师弟助力为主题 将一改之前当季通往季歌手两队PK的形式 此次由三位歌王带领本季三组歌手 用自身的演唱通过手机直播吸引关注 观众们也可以通过直播 关注明星为自己喜欢的歌手助力 率先达成关注任务的歌王组获胜 到底三位歌王会挑选谁为自己的队友呢 他们的歌单又会有怎样的玄机呢 十全十美巅峰歌手阵容 同台现唱的历史性时刻 就在今晚十点湖南卫视 先锋编辑正义报道 时装秀不仅仅是时尚圈的事情 也是娱乐圈的大事 除了四大时装周上 总能见到明星扎堆看秀的身影 一些明星啊也开始为自己的时装品牌 办起了时装秀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时装周上 刘嘉玲和古剧机就带来了自家品牌的时装秀 而且呢在月初的时候 观之灵和品牌合作的睡衣系列 也在香港完成了2017春夏系列新品展 看秀时的明星光鲜亮丽 半秀时的他们依然是气场十足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时装周上 刘嘉玲和古剧机分别带来了自家品牌的时装秀 成为时装周上的一大亮点 时装秀上 刘嘉玲不仅请来了国际名模西梦瑶走台 老公梁朝伟也做手牌 可谓是亮点十足 而古剧机则是连续三年登上了上海时装周舞台 此次更是邀请到了刘翔献上他个人的T台首秀 明星从业余爱好发展成为事业进行经营 仅凭明星自己的光环是无法撑起的 可以说看他们如何办一场时装秀 就可以让那些不敬业的年轻艺人知道什么叫努力 演员挑角色总喜欢有所突破 在设计服装中 明星却更喜欢在擅长的领域生羹 一来可以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时尚态度 二来自己就是行走的活招牌 刘嘉玲2015年推出其英文名字Karina 倒写命名的高级定制女装品牌 用她的话来说 时装是一门有趣的学问 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她要把自己喜欢的都带给不同层面的女性 传递出自己独立的态度 这一次时装周上 刘嘉玲用简单高级雅致来形容新的系列 与她平时给外界展示的优雅女性形象一致 西式的那种浪漫跟优雅 还有简约 穿在东方的女性身上 我希望能够展现 东西方的一种最美的一种呈现吧 作为娱乐圈有名的女强人 兼顾演戏的同时 刘嘉玲也开始做投资 从房产餐厅这样的传统项目 到拥有面膜 红酒等品牌 不过由于个人精力有限 如今她只专注于服装和演艺事业 无独有偶在香港还有一位女星 如今也投身于服饰行业 说起来她和刘嘉玲的关系不一般 作为同为香港影视黄金时期的当红女星 戏里戏外曾暗斗不已 戏里是竞争对手戏外层次情敌 2009年关之灵吸引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都消失在大众视线 去年10月因为喜欢收藏睡衣 关之灵转而成立品牌自己设计 不过她舍弃性感路线而走端庄路线 这主要跟她的旅游经历有关 试过出去旅行的时候 在酒店有火警啊 有地震啊 什么事情都发生过 所以我会 我会比较喜欢穿这样的 和演戏能出现各种替身不同 举办自己的时装秀 必须设计师本人亲力亲为 去年卢宇有约记录了 关之灵筹备睡衣品牌首秀的幕后工作状态 节目中 关之灵透露 从布料选择到款式设计 她投入了98%的创意 而除了设计之外 秀场800名嘉宾的牌位 为近百名模特试衣服搭配饰品 三轮展示示装效果到彩排指导 关之灵熬夜参与了筹备每一个环节 可以说台上几分钟的展示 却忙碌了近三个月 她不由感叹比拍戏还辛苦 今年55岁的关之灵在节目中透露 除了服装设计之外 未来还有20件事情想去做 比如说滑雪就希望能成为 飞翔天空的高级玩家 我要马上去实现一些 我以前讲过的 想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想分享给所有的朋友 知道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与其说刘嘉玲和关之灵 纷纷投身时尚行业 是想不输一口气 不如说他们都有一颗不老的心 在有限的生命中尝试无限的可能 先锋编辑正理报道 健康生活从此开始 感谢优雅式口腔 为主持人的口腔健康保家护航 接下来呢马上进入 原来你是这样的老师 主题报道事件 你印象中的老师赵文轩科难以亲近 这是谁干的 谁干的 娱乐极先锋带有瑞士一群 意想不到的老师 他们身怀绝技 却隐于寻常校园 去摩托归下的每一部分 无论死都是约 要去来看一看 娱乐极先锋推出专题报道 原来你是这样的老师 今天呢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上学的时候 哪门学科的老师让你最难忘 那我看到这个问题 第一反应啊就是数学老师 当年呢有了他对我的刷题和鞭策 我的成绩才没有下滑 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位老师呢 他是非常的严厉 也是一位数学老师 他呢是湖南地质中学的年纪主任龙铁山 已经有着25年的教龄了 在学生的作文当中呢 有这样描述他的话 他们说呢 他所到之处 强弩灰飞烟灭 同学们来问一下 你们学校有一个叫铁哥的老师吗 是的 你怕不怕他 我超级怕他 他上课的话特别的凶 锁过之处 我乔灰飞烟灭 吓死我 看来这位学生嘴里最严厉的老师 名头可不是盖的 站在讲台上还没张嘴就散发着一种极强的威慑力 刚才还在课间吵吵闹闹的同学们 在他的课上立马是正经为座认真听课 这位老师叫龙铁山 是地质中学高一年级主任 学校数学科目的带头人 已经有着25年的教练了 25年来 龙老师一直秉持着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的精神 说起龙老师严厉的教学风格 还要从他的学生时代说起 那些时代是一个很怕老师的人了 我不是 在高中时代我真的是很喜欢受学 但是我那个受学老师 可能也是我进入地质的那个风格 他不算言辞 也不算表达 他是很严谨 其实龙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 最重要的是希望同学们学到他坐视严谨的风格 从而把这种精神带到以后的生活当中 通过这个受学的教育 使得学生在以后的生活更多人间 更加具有条理 更加具有严谨和细致无实的精神 把受学的精神带到这个生活的面去 所以在上课的时候 我经常会结合这个受学知识和生活势力 龙老师言穿深教 把每道题都掰开揉碎 认真分析给每一位同学听 同学们也开始理解龙老师的用心良苦 在认真对待每一道题的同时 成绩也有了明显的突破 这是150分的满分是吧 对 138 130分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错误啊 还是有一件小瑕疵 那龙老师对这个成绩是满意的吗 有 不是很满意 不讲解面 这个经济不讲解面 他应该要达145分以上啊 这是我得意弟子啊 原来我都40几分了 现在我都80几分了 你办事这个数学成绩是 第一 第一 绝对的第一 你家甩了 第二名五分 现在严格的龙老师 已经成为了同学们最喜欢的老师之一 尽管课堂上 龙老师还是不怒自卑地讲着数学题 课下却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同学们都说 龙老师是行走的表情包 杰哥 你真的好可爱 你的小可爱在这里 你怎么想的就是变成了表情包 满开乐的 满好 这个诗面学的认同我 学的你因为 我在上课比较年轻的时候 后语是一件还比较神灯 和胡博跟他们打在一起 在科技场比赛的时候 就是愿意把这个数学老师 他的名字 嵌入到我们的班级口号当中 我们是龙的传人 我们有铁的意志 山的气势 因为我们数学老师的名字是 龙铁山 他是学生心中绝对的数学教头 上课严厉 很抓成绩 生活中 他是学生爱调侃的铁哥 他有铁一样的纪律 更有铁汉的柔情 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保护胡乡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娱乐及先锋一直在努力 长沙湘江下游的西岸 有一个唐代记忆兴盛的小镇子 新康古镇 那里不仅是著名的细乡 也流传着200多年历史的 民间艺术木雕 由于该地盛产适于雕刻的木材 如章木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新康镇就聚集了大批的手工艺人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 传统木雕技艺已经被现代的 家具工艺挤出了市场 为了不让传统技艺失传 第四代木雕艺人胡健和父亲胡国奇 一直是坚持传承 做出来的木雕造型别致 深受大家的喜欢 工艺精美 工艺精美 雕刻技术深厚 你能想象这出自一位粗人之手 当天 先锋记者见到他时 略带落腮胡子 体型较胖 走起路来还大摇大摆 真的难以想象 这么精细的胡是出自他手 他叫胡健 今年46岁 从事木雕工作30年 现今是旺城新康木雕技艺的 第四代传承人 虽然只有初中文凭 但他从小就喜欢写字绘画 具备书画功底 做出来的作品与父辈们 有很大区别 过去父辈擅长雕刻佛像 现在胡健喜欢雕刻动物造型 并且在技术上 也和过去的平面胡雕 演变成了现在的 原雕 胡雕 和漏雕相结合的雕刻方法 其中漏空雕刻是最难的 这个背后 它是雕的名声的 这个有一个蝙蝠 它数学它一雕的名声 它就有两个人子 产生两个人子的时候 它就必须要把雕之子下开 它就有一个新雕 它就保留名声的新雕 再又把它压下开 把它坑掉了 把它留下来 把它留位置 所以这个蓝头在雕塑里面 来看来是 它有漏坑继续 但是它又有浮雕理学 它更加正式的有理解感 工作漏雕这一项 就得花上作品时间里的四分之一 更别说选料 设计构图 打皮 修光 打磨 细式装表 这一系列做完 花的时间 最少都要几个月 复杂点的 要花上一年的时间 当天 我们就看到 胡建和父亲胡锅琪 做的九条龙 这是从去年七月份就开始的 至今还只看得到轮廓 每天你买的时候都是一顶 给你一顶 我腾了 给你一顶 就腾了 你做得不好的 都是不好的 耗费时间长 技术水平要求高 也难怪 一件木雕作品 能卖到很高的价格 像他们家中摆放的 五十六条龙 市场价格就达到三十万 鉴定一件木雕 技术的精湛程度 神情很重要 平日里呢 要善于观察 才能够做出 眼前一亮的作品 那如何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木雕大师 背后需要付出的努力 归常人所不值 别看纸瓶一双手 几十把刀 一件木雕工艺品 就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细细去看木雕手艺人的双手 你会发现 长年累月的雕刻 他们的手指明显变形 也长满了老简 这与背后付出的努力 细细相关 光这么一个程序就学这么久 整体学完完全上手 得花十年的功夫 当天 我们看到放在他们身旁 雕刻木头的工具就有几十种 加上一些不常见的 总共约一百种 这就表示学习木雕 制作上就十分严格 做木雕本身就是个细活 每下一笔都在做剪法 把心静下来 一步步把细节做好 就是在大牢技术工地 此外 由于平日里雕刻动物造型居多 为了做的生动形象 没事的时候 胡建还会看动物世界 观察他们的神情姿态 争取把造型做得入目三分 有些人他一直越走走 他走不去的 不说的 看一些电影 看个电视 有些人在动物世界里面 他就找到他这个灯杆 他就足够百分的位置 现在 胡建随着年纪的增长 越发觉得 学习木雕不仅是提高了记忆 也获得了自己对生活的体会 现在看机器雕刻的作品越来越多 胡建在传承新康木雕 这项飞仪上也遇到了阻碍 没有多少年轻人 愿意主动来学习 他表示 为了不让老祖宗 流传下来的手艺失传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和机械赛跑 你一间的语境就放于西 正经的人 我们就看到 都是不能去玩的 我们做手里的人 也要 你一间语境 我们不能去玩 我咋就去玩 那你手里记得这么好 我们要跟机械赛跑 就是看不当是现在的几十年里 还搞不去 甚至于要想到 百年以后 害怕它走不去 那就是我们的这代病了 现在 胡建为了传承好这一项目 积极地把家中二三楼腾出来 用来做新康木雕的展示 为的是希望更多的人来看着木雕 进而感兴趣来学习 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随便随便 爱不须比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由冷酸林灌播出的 娱乐清风 娱乐侠起八面通 哈 大家好 我是孟佳 那今天节目呢 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明天呢是我们的周日演唱会时间 带各位听到的是 Alene的声音 可千万不要错过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咱们继续 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爱可以给 有一个家可以回 才能放心的飞跟爱谁 我继续写 这旅途上的一切 与你奔向 我所走过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